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为了宴请芒果TV的八方粉丝 特意是为大家献上了一个开年大菜 那就是古装励志美食剧《上时》终于来了 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两位主演 许凯 吴景妍 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 将会参与这场特别的云上宴会 来陪大家一起来追追剧 唠唠嗑了 另外呢 在今天的直播过程中 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 直播期间呢会有特别多的福利 要送给大家 那到底是怎么送呢 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在直播过程中 只要我们的两位主演 许凯 吴景妍 说出设定的关键词 那直播间就会立刻敲锣打鼓 为收看直播的观众 送出我们的签名照 还有芒果TV的会员卡 关键词呢 其实已经悄悄地浮现在我们的屏幕下方了 中奖的信息也会同步在屏幕下方展示出来 那大家一定要记得是赶紧记下来哦 到底如何获得奖品呢 一定要记得点击我们屏幕下方的top栏 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把你想要的奖品冲通带回家 还要悄悄告诉大家 这些关键词 我们的徐凯和吴景妍是不知道的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启动呢 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了 除此之外呢 今天我们的家宴 我们是直接把黄太孙 朱瞻金是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那就让大家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徐凯 欢迎您 哈喽 芒果TV粉丝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徐凯 是的 欢迎徐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觉得我们的现场怎么样 特别温馨 特别喜庆的氛围 又温馨又喜庆 那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是朱瞻金 姚子金的嘉宴日 随必不可少的呢 就是给大家发糖了 所以还要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连线的方式呢 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姚子金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和我们的黄太孙一起来陪大家来聊聊剧中的那些事儿 我相信此时此刻呢 大家的弹幕都已经刷起来了 对不对 说锦言在哪里呢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赶紧请出我们的锦言 欢迎锦言 欢迎您 嗨 哈喽 主播间和我们你们好 我是锦言 哈喽 凯开 哈喽 哈喽 你们好喜庆啊 我一直看着你呢 好喜庆啊 我就显得特别的那个 特别的孤独 但没有 我们现场呢 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都在陪着锦言 对 好不好 好 绝对一点都不让你孤单 会很温馨的 好 那要告诉大家呢 因为今天我们的锦言呢 因为一定的一定的情况呢 但是通过我们这种这个云直播的这个现场的方式呢 其实一种家宴日的云方式跟大家见面 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感受到 吴锦言 还有我们许凯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份热情 那相信现在人都已经到齐了 其实呢 我们现场呢 也准备了一些点心 我不知道锦言那边有吃的吗 我说他们给我准备了 就是不是点心 就是这种小吃的这种零食 对 也准备了一些零食 对不对 对 那现场呢 看我们也准备了零食 而且我们还准备了这个茶 那一开始呢 我们就先以茶代酒好不好 好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云干杯吧 欢迎大家 谢谢大家守候我们的直播间 也敬一下我们的锦言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边吃边聊了 大家可以看到人都已经到齐了 家业马上要开始了 因为上时这部剧呢 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 它讲述的是少女姚子金在宫中的一路成长 而且是将我们的这个中华美食发扬光大 并且邂逅了朱瞻鸡的故事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剧中的高能片段 我不知道就是包括许凯还有吴景言之前有没有看过片段 没有 我没有没有 所以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对不对 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跟着景言还跟着我们的许凯 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成武 射面了他吧 射面了他吧 殿下 莫言好了 这话 也许 有人会懂 骂我是藏头苑尾的鼠辈吗 我会让你来呀 你来呀 今晚月色正好 走 踏跃去 为你而活 似乎是我人生中唯一的意义 我告诉你 我不会放你走 这全剧组完了都 刚刚几年说 感觉都已经剧组完了 对 一部戏感觉都播完了 反正一路是高甜吧 就感觉相信大家 跟清清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嘴角一直上扬 觉得特别特别的甜 那看到这儿呢 请这个徐海还几年 都来介绍一下 自己在这个剧中 饰演的角色好不好 几年先 来 几年 我在那个上时里面呢 饰演的是姚鲤鲤嘛 然后上时是一部宫廷美食剧 真的就很下饭 很好吃 这部剧的美食 大概有 一千多刀 一千多刀 跳舞 跳舞 这个 这啥 恭喜恭喜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到我们的敲锣声呢 其实呢 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一个隐藏福利环节 在直播的过程中 只要两位说到我们的福利关键词 就会触发我们的福利机制 所以要恭喜本轮获得福利的两位会员朋友 所以中奖的信息呢 已经同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展示出来了 恭喜啊 然后这部剧也非常好看 然后女孩也就是很漂亮 然后整个服装呢 也达到了三千多套吧 就是又好看又下饭的一部剧 同时还有就是 朱瞻季和姚子鲤高甜的爱情 我在里面演的姚子鲤呢 她是一个 觉得做饭很好吃的女孩子 然后她 我比较欣赏她的一点是 就是对于那个时候来说 她有很多很勇敢 很超前的一些想法 对我很佩服她的这种勇敢 对就是一种 有大格局的那种 独立女孩子 独立女性 所以这种剧呢 应该是秀色可参的 而且刚刚还说的 特别多高甜的片段 我们刚刚只是稍微看了一点点 就已经甜到心里了 那不知道许凯 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在里面演的这个角色好不好 我饰演的是黄泰孙 初瞻季 然后她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天才 自己叫她天才是吧 孙嘉琪很天才的 对吧 又拥有这么好看的姚子鲤 你看在现场都撒糖了 她是她就是很 对我觉得没什么缺点的一个 一个男人 很完美 天才 那能不能就是两位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刚刚呢 其实景艳已经说了一些 那你觉得跟以往演的这个角色相比 有什么不同的一些特点吗 我觉得最大不同的特点是 她有一个过渡的过程 她角色的位置变化的很快 比如说我是黄泰孙 然后不久后我变成了太子 到后面变成了皇上 所以我当时就经常会跟导演投论 我说 哎导演我刚才明明很开心的 怎么我突然就 这场戏就变不开心了 她说你是皇上吗 那你喜怒哀乐 肯定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抓住 我说啊那我该怎么来 她说你就当现在一切都是你的 你自己发挥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 就是不怒自为和你生活中看待一切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 我还是一直在学习这个 因为皇上毕竟他的气场和他的难度太大了 我觉得我一直在就是吸收在学习了 我不能用我看待对人的一切失误去 去我无法真的带入到皇上 就是你看你跟我说话我就 就这样其实很难 就比如说对一些老戏骨 我说我也会有点 我一喊卡 我说老师刚刚那样还行吧 就不会太太那个 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难的点 很不同的点 嗯嗯 其实也是一路成长嘛 是 包括你看因为拍戏的时候 其实不是跟着这个剧情走向来的 可能你上一秒演的是皇太孙 下面就要演皇上了 嗯对对对对 所以这种转换的难度也是在这里的 是的 是的 那几年呢 我刚刚听凯莱在说 说导演跟他说 一切都是你自己的 都是都是他的感觉 我都能想到他 我跟他拍戏的时候 怪不得就是一切被他拿得死死的 拿捏 对 这地盘也是我的 人都是都是他的 我能体会到他当时的那个 也不容易吧 但他诠释的很好啊 嗯 我觉得这部戏 因为我跟凯莱是第二次合作了 不同的地方啊 是 就是我一直觉得 我还是从宫女 从头开始做起 但是再见到凯莱的时候 他已经是皇太孙了 就不是 不是之前我们俩共同 共同去成长的那个阶段了 就是人物 人物的这个关系是有变化的 就会让人觉得又熟悉又陌生 嗯 哎 反而就是又有挑战 但是因为这个熟悉度呢 又大学配合得特别好 对 要去拿捏我们之前的关系 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 那同时又是那么的熟悉 对 这是比较难的一个地方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跟 就是姚子晶跟朱安基的感情 我觉得很让我挠心的一点 也会让观众挠心 就是他 他俩见面 拖了很长的时间 拖了很多集 他俩才碰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致出吧 不知道观众能不能 那个 能够能不能按摩得住 就是我 看剧本的时候就觉得 怎么还不见 还不见 还不见 反正这种还不见 还不见 终于见了的话 大家就觉得 啊 可以了 终于等到了 就很抓心 对 很抓心的一段感情 那这部剧就是说 如果只要你开始追了 你会一直往下追 因为真的 到了挠心 然后又到了后面又很甜 可能到后面还有很虐的地方 对不对 嗯 所以就是层层递进 就是反正有很多很多 吸引大家的地方 那我也看到 就是粉丝朋友们呢 都已经把两位呢 就是在剧众角色 一个叫朱瞻鸡 一个是姚子精嘛 都已经取了一个CP名 你们有听过吗 我来公布一下好吧 叫做金展花丰富 嗯 哎 我看到我看到景妍 她的表情是诧异的 可能就是可能不太知道 我知道 我只是觉得这个 这个笔子跟我们上时里面的 好像觉得像一道菜 就是像一个食材 嗯 金展花也可以做食材吗 那两位 嗯怎么看待这个CP名字呢 我觉得挺可爱的 而且金展花 她的话语寓意就是 陪伴和纯粹 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 刚好符合我们在剧中 我跟紫禁一起相互陪伴 相互成长的一个一个对比 对 我觉得金展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因为你要知道 男孩子能够对一些花语 都比较了解的话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 很体贴的一个人 姐姐你认可吗 这个金展花的花语 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 哎 我还特地去查的 哈哈哈哈 所以他对你们的CP名 非常重视 嗯 那锦言你怎么看待这个CP名呢 我听着就 就很符合上市这部剧啊 特别像《药子军》给周三鸡 做的一个 一个就是 食物里面的 一点小心思 对 然后它有那种 抗炎镇静的功效吧 对 看了这对CP 看了他俩的感情 你会觉得神奇气爽 觉得身体都变得通畅了 有一点那种食疗的那种作用 哎可以 就是说到这里的时候呢 因为刚刚我们看了那个高能片段嘛 因为你们也是第一次看 那现在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好不好 就两个人在拍戏的时候 有哪一场戏你们觉得是最甜的 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可以回想一下 那最甜的肯定是我们俩之间的吻戏嘛 还有印象最深刻的就 其实我们一开机上来就演很 演很撩的戏 你记得吗 一开机就是拍那个 就是咱俩在那个书斋里面的戏 对 把你搂过来 对 还好之前认识好吧 我跟你说 要被尴尬了 是不是这样 我们走戏的时候 问导演说是要这样吗 我就把他搂过来就贴这么近 我说这样对不对 大姐说啊差不多差不多 我说ok ok 就是我们已经 呃 不需要再去 有尴尬的那个点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刚开机上来演 这么撩的 我觉得是印象挺深刻 对 其实两个人因为也比较熟了嘛 所以在演这个戏的时候 其实是舒服的一种状态 那刚刚说到的这个吻戏 还记得吻戏的 就是 就是 有没有就很多的 就决算 ng之类的 有没有 没有吧 没有吧 就没有 凯哥的这个 一条过吧 差不多都是 哈哈哈哈 差不多吧 几年现场爆料 凯哥的演技是一条过 但这个一条过是吻戏 一条过 好吧 哈哈哈哈 对的 因为因为两个人都 就是很投入 在那个氛围里面 其实就是感觉到了就可以 嗯 哦 真棒 一条过 那几年呢 你觉得最甜的一场戏 你印象当中 我喜欢比较克制的啊 就是 给大家有点空间的 我印象很深的一场戏是 其实在剧里面 也是竹瞻鸡跟姚子晶 我第一次看到竹瞻鸡 长什么样的一场戏 远远地看着他 我说竹瞻鸡原来是 这么帅 就是在公道里面的一场戏 我觉得就那种感觉 就是等了很久 想见到这个人 然后见到了 然后在这个女孩的脸上 有了第一次这种 就是那种 很甜蜜的这种笑容 那一场戏我印象是很深刻 都还挺喜欢的 我相信就是因为 在追的时候呢 因为大家刚刚几年都说到了 可能要等到多少集 才能看到 你真的就是看到他 那种绽放的那种笑容 所以就是这部剧 大家一定要就是跟着 跟着徐凯 追下去 那其实呢 刚刚说完了之后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 画面感就越来越强了 那我相信 芒果TV的粉丝们 也更加的期待了 所以上时这部剧 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追定了 好不好 我们一起都来期待一下了 那刚刚说的 今天是佳业 我们又是少不了 一些美味佳肴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跟直播间的宝宝们 一起来开启美味宴席 那首先呢 我们来问一下景言 好不好 因为在剧中 我们姚子精 是一名上时女官嘛 那相信烹饪 一定会有一些 自己的理解了 那你觉得 在你心里 到底什么样的 才算是一道 拿手好菜呢 哇 我这个演完 上时以后 我真的刷新了 我对美食的这个看法 太难了 门槛太高了 我觉得包括姚子精 给 朱瞻季做的饭啊 就是 不管是从食材的季节选 冷 就是冷热度选 还是假如说今天早上运来的和晚上运来都不一样 然后包括食材的药效 或者烹到烹饪到什么样的火候 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 那非常非常 就是有爱的啊 就是带着爱做的 那个食物可能是姚子精的一个标准 那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说 就是有味就行 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差 就是刷新了我的这个看法 带着爱做菜 它这个味道真的就是会温暖他的心 用心 对 很用心 那因为景言的这个回答呢 所以呢 我们也在现场特意为景言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互动 当然也是要许凯一起来完成了 在我们的桌前 来 我们要准备三道剧中的菜好不好 来请我们的导演组来上菜咯 好 好来景言看得到我们桌上的三道菜吗 很远特别远 我大概能看到是什么 至少能够看到三个碟子对不对 能看到三个碟子三团白白的东西 首先需要我们景言有三道菜 反正这是第一个吧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道菜 来挑选一个好不好 你选中哪道菜 我先卖个关子 来你来挑一道菜好不好 好感觉都像白米粉 一样在我看来 我要就是中间的那个吧 就是最靠后面中间的那个是什么 好第三道菜啊 对 来 许凯你来接开好不好 看看是什么 灯灯灯灯 好 可能几言看不太清啊 给你看一下 这什么啊 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就是个菜包饭吧 菜包饭啊 是不是在剧中有过 有的 有的 对 既然已经有 看来也是有所了解 那接下来就烤一烤几言了 就是用这一道菜包饭的特点 来形容一下猪粘鸡 菜包饭特点啊 嗯 就是这个人 他也不仅有让人喜欢的一个外表 然后还有特别深邃的内涵 他什么都会 八般武艺 文武双全 会唱歌 会跳舞 会骑马 会写字 会弹琴 还会 还会 很会谈恋爱 对 就像 猪粘鸡那样 很会的 此处应该有讲 我能理解 我能 我能理解 景言说 他就是 外表是菜嘛 菜是一个整体 就是我的皮囊 然后我的才艺 就是代表每一粒米饭 所以就是菜包饭 对吧 对 是这意思 你刚刚说了 我各种才艺 就是我里面各种米饭 每一粒就是我的一个才艺 嗯 那也太多了 就是这个人 这个也太多了 就这个人 他不仅有很光鲜的外表 他突然还有特别 那个让人觉得 就是越吃越香 越品 他越深邃的 这样的品质 品质 同意 真的 我只能说 最后还一点 他还管饱 我们来再看看 其他两道菜 好吧 你们选中的两道菜 一个是 最早 最早 有心里也有 这个是我 就是 拿下猪瞻剂味的 对 对对对 关键的食物 对 最早 还有一个呢 其实是素面 所以发现 其实这三道菜呢 其实都还挺难的 但是呢 刚刚通过这个景言的 这个表述之后 我觉得 如果让徐凯来 评价或者来打个分 十分的话 你打多少分 那都夸我这么多 那肯定是满分啊 对不对 现场给出满分 好不好 可以看到景言呢 真的是夸到 我们的猪瞻剂的心里了 那刚刚说到 我们的这个上时女官 我们的紫金 应该是太专业了 刚刚这番话 我们可以用作 雏娘式的夸人 所以呢 大家可以把景言 刚刚说的话 拿小本本记起来 到时候在追剧的时候 我们也刷刷弹幕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问一问 我们的黄太孙了 你想说因为你在剧中呢 肯定尝过不少的美味佳肴 刚刚景言有透露 有一千多种 对不对 对 全剧吧 全剧 那如果你想用一道菜 来评价剧中的 姚子精的话 那你觉得姚子精 是一道什么样的菜 为什么 我觉得景言都已经 竖起耳朵在听了 我觉得姚子精在 朱瞻基心里 无论是什么菜 都是人间美味 对徐凯士的回答 你对他这样的 这个评价怎么样 就习惯了 就徐凯士的回答 永远这么的完美 刚刚朱瞻基说到 其实是一见钟情 是不是 所以你做什么 在他心中都是完美的 一样的朱瞻基怎么能 用一道菜来形容呢 任何东西都不 独立形容它的完美 它是一个人才 也是个天才 又是人才又是天才 天才 对 我们刚刚已经用 美食来形容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因为黄太孙在现场 我们也进行一个 五味挑战的一个小互动 来描述一下 我们的姚子精 那我们的这个互动规则 就是朱瞻基呢 分别要描述姚子精 在剧中最酸 最甜 最苦 最辣 最咸的地方 要完成一个夸夸挑战 我觉得是挺难的 现在许凯变成一个 朱瞻基的一个感觉 然后来夸一夸我们姚子精 有五个味道哦 我感觉许凯有点擦汗了啊 好 如果你准备好了 就开始 来描述一下 很难 最酸 最酸甜苦辣 咸是吧 对 最酸的是 我在书屋的时候 我们在书屋的时候互怼 最甜的时候是 也是我们在书屋的时候 我逼东咬紫荆 撒糖的地方 最苦的就 观众期待一下 看下去吧 这个就不剧头了 最辣的 最辣的就是 也是在书寨 她是一个 对 但是姚子精 她是一个 事业型女性 很要强 很坚强 很独立 对 最闲的就是 就是言 言戏嘛 对吧 就是她也在书屋 拒绝我 秒秒拒绝 嗯 很酷 他把你的拒绝 归功于酷 而不是苦 觉得很严 觉得很帅 是不是可 就是可甜可言的那种 但就觉得这女孩很帅 黄再孙呢 我这么这么优秀的一个人 你居然秒拒绝我 但是我 我给你直秋表白 也是在那个书斋里面 对啊 对啊 那是后面了 前面拒绝我了 就是这是一个那个五香味俱全的书斋 对 什么故事都在里面发生了 所以刚刚的是酸甜苦辣咸都在书斋里面对不对 那可以说是感受到了两位在剧中有多甜了 但是呢到底有多甜还是要追下去 那刚刚黄太孙夸了锦言那么多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锦言 在你眼里你觉得猪瞻鸡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哇那一真的是说不完 在这个直播 好几个好长时间都关不了了 我觉得猪瞻鸡是在我心中是很完美的一个人了 非常完美 任何女孩子看了这一句都会觉得 嗯 就是真的 就是这个人 就是心目中的那个人 他没缺点 没有缺点 你这你这太官方了 换一句 就是他愿意放手 让你去做自己 他很爱你还愿意去放手 这是你的套路对不对 这是专家的套路 越这样我就越走不了 欲擒故纵吗 哎呦 这是男人的套路不是猪瞻鸡的套路 怎么说呢 反正我觉得就是猪瞻鸡和姚子鸡 在彼此心里都是完美的 听到现在的话 那如果你可以拿走猪瞻鸡身上一个技能的话 你最想带走的是什么 技能不会是性命吧 哦 不要你的性命 你有那么多才华 为什么要你的性命 我要把你的才华都用到我的身上 留住你这个人就好了 你的才华和技能都为你自己 你要我命了 好来 所以你要把他的才华带走是不是 那我岂不是一无是处 让你碰不了天 变得只有钱了 猪瞻鸡 就带着你这人就好了 才华留给你自己吧 有那么多才华我也有 好了很累的 嗯 太完美了 老婆 其实怎么会这么完美的猪瞻鸡呢 对不对 怎么会有这么优秀的紫荆呢 那据说呢 姚子晶的烹饪特点就是意 叫因人而意式 根据不同的人呢 都会做出不同的美味佳肴 那对于猪瞻鸡这道真味 又该怎么料理呢 意思又说你觉得怎样的一个恋爱方法 能够打动猪瞻鸡的心呢 来 子晶要不要跟我回答一下 我觉得很难 非常难 这个过程我也 就姚子晶也挺艰辛的 就是用尽了毕生的才华 为了夺到猪瞻鸡的心 因为猪瞻鸡太聪明了 他又是一个皇子 人家什么都有 又这么的天才 就是极智慧和才华于一身 还有帅气于一身的人 我怎么办 我就是很崩溃 怎么办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是先从拿下这个男人的胃开始 就是从自己的本质工作开始吧 还是先打动他的胃 然后这个步骤就很强调了 然后就是 啪告诉他 我喜欢你 这个直球式的表白 然后下一步更重要就是 再见我走了 那竹章鸡也挺好料的 就凭几个最早拿下了他的胃 一开始拿下竹章鸡就是最早 最早 还做了好多吃的 也做了好多吃的 然后也展现了自己的才艺啊 给他写个字啊 画个画呀 给他弹个琴呀 也是八般才艺 给他展示的一件 嗯 就是把自己的才华 也跟他展现了 但是最重要就是抓住了他的胃 然后就抓住了他的心 对于他来说就是你要把 还是最重要的 还是把自己本质的身体做好的情况下 然后让这个男人注意到你 然后就别在他身上 花太多时间了 赶紧走赶紧走 我是不是应该先不听这一段 哈哈哈 你这拿捏的死死的 原来是这样的 是吧 那那你不也这样吗 你跟我也一个过一个套路 我说 此今那个没关系 你去对你想做的事情 把我放你走 一样的 哈哈 你俩人一模一样 其实我觉得景言刚刚说的 我我们可以用拿小版本记下来 就是面对一个如此完美的人的时候 其实要用的方式方法 我觉得这一招在现实中也可以用 景言你觉得呢 最早也可以多买几个 就是那个 你别问问凯凯 其实现实中这招管不管 我在戏里面啊 我当时有问我说 怎么会喜欢吃最早呢 他一端上最早 我的反应还是一种 哇 就那种 一个这么有才的人爱吃最早 所以现实中最早 可能打扣不了心 对不对 那你觉得现实中一个素面 最早菜煲饭能打动一个人 不是 如果是许凯 嗯 猪瞻鸡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 对 你知道为什么猪瞻鸡可以吗 其实分人 因为做这个人的人 是姚子晶 对 对 亲亲子晶 悠悠我心 永远离不开姚子晶 好 刚刚说到了姚子晶在升级打怪的路上 是捡到了一个吃货皇上 所以黄太孙是一个吃货吗 我觉得 其实我爹是一个吃货 我觉得黄太孙 朱瞻鸡 他更想要的 不是说姚子晶给他做什么吃的 他是想要用这个借口去见到姚子晶 所以他每天就要去吊奶 他让他给他做饭吃 其实就是为了见他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不是吃货而是想他 因为你会做饭嘛 所以其实我是为了想见你 那我就说你给我做个吃的吧 这样我就可以见到你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问一下子晶本人吧 你刚刚都说到了想抓住一个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他的胃 你是认可这个说法的 对不对 我自己就没这能力 我这完全不会做饭 就没有这种体会 但对姚子晶来说 他天时地利人和 他就天天在厨房里工作 我干嘛不用这个美食来 先走进这个男人呢 对吧 就是完全给他的这种环境 就抓住这个机会吧 就用 所以就是利用自己的自身优势 去抓住住战记的心 对利用自己的优势和 在的这个位置去做这些事 所以一个恋爱必杀记呢 我们今天又学到了 就是说要利用一个自身的优势 去向对方去展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 所有观看我们直播的粉丝访问 今天是有福利的 因为边在追剧聊剧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剧中 很多可以学艺之用的东西 那其实呢 从姚子晶出入上市局时 朱瞻基好像就已经关注到他了 对不对 这个戏已经是这样子走位的 那可以说是朱瞻基一路陪着姚子晶 从宫女女史成长到了 掌善点善 包括私善见证了他的变化 所以想问一下 徐凯就是在朱瞻基这个角色当中 或者他当时最喜欢哪个时期的紫禁呢 你觉得 我觉得他哪个时期对我来说不重要 因为他无论是什么职业 他都没有我的职位高 所以我觉得他在我心里 只要是他这个人就好了 就他怎么样 在我心里就是最喜欢的 对 因为他再高高不过我 所以我不会care 他的职位 我只我只会看他在 我面前是怎么样的 所以紫禁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厨师的 其实都喜欢你 都不重要对吧 那那我之前为什么要花那么多信息去做饭 白做了多少集了 白做几十集的饭 原来朱瞻基不在意 我 我在意你给我做饭 但我不在意你的职位 嗯 好 小学大姐会越来越期待了 在这里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我们景言还有许凯来到了我们这个云直播间 所以呢也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福利了 今天不仅有芒果TV 我们年卡限时五折呀 年卡招五折的超低折扣 还会有专属定制的上时限定卡和直播道具 惊喜降临 所以大姐一定要带着上时我们聚照卡面的实体卡 还会附赠一系列超约流的海报周边 包括运气爆棚的宝宝的话 就会随机收到我们凯开和几年的 亲笔签名的海报 所以大姐一定要做到的就是 赶紧搓搓搓搓我们屏幕下方的互动页面来参与我们 好的说到这儿呢 刚刚两位呢聊了很多关于美食的一些见解 今天我们在家宴上呢 当然得露一手了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现场来做菜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形式 来为大家奉上一个下饭菜 刚刚想问一下我们的许凯 你猜下饭菜是什么呢 我猜一定是那种菜很香 然后很下饭的那种菜吧 是的 但是呢我们现场不能做这个菜 所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小小的互动的方式 来把下饭菜给大家呈现好不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我们这个 紫禁呢是在这个剧中 对于做菜是非常精细的 那首先我们要请景妍来发出一套动作 需要我们的许凯呢通过我们的步骤来进行接力模仿 要全部模仿到位才算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的话 那景妍你就要接受惩罚了 但是挑战失败就需要许凯来进行接受惩罚了 不知道两位准备好了吗 那我就开始把这个接力表演首先交给景妍了 好就是动作是吧 好很简单啊 看好了看好了这样啊 我看完了挑战失败 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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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要现场模仿的 直接失败 我相信你肯定是记住了几个小小的动作的 比如说比心啊比如说左右摇摆 哎对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 四五六七八 错了真的救不了你了 救不了了救不了了 啊出错了吗 他没有做对我是先这样 我是先这样 错了失败失败失败 惩罚吧 好景妍你觉得他挑战成功了吗 当然没有 许凯没有没有按照那个顺序了 对我们开始就该失败做完还得输 好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粉丝最喜欢的福利板 来我们上下道具好不好 好 来我们许凯你要接受惩罚你来摇一摇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福利板 好我来告诉景妍都有什么好不好 哎呦你可摇的真 哈哈哈哈 晚安语音 晚安语音啊 这是对谁说啊 嗯对粉丝们说的好不好对粉丝朋友对观众 是要很正常的那种还是那种很都可以都可以是正常的好 每个版本都要 哈哈哈哈 晚安 还有什么版本啊你告诉我还有什么版本啊 啊就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说的特别好也很有磁性 但是比如说要睡觉了肯定说比如说宝宝们啊宝宝要睡觉了哦 哦宝宝们哈哈哈哈 宝宝们 哈哈哈哈 那个宝宝宝们 晚安 哈哈 哈哈 比如比如说就是呃 呃对就是多说一些那种比较暖心的话就是比较哄睡觉的那种感觉好不好 因为肯定有很多会做成一个晚安闹铃啊 我们不能老是晚安晚安晚安这种好不好来加一点点的感觉 晚安 快睡觉吧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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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直播的宝宝还是有福利的啊 赶紧把它截屏下来然后制作成我们的一个晚安语录了好不好 那好每天晚上听一听相信大家会睡得更香了那请我们的景言出第二套动作好不好 哎我死都记住我这一次来就简单一点吧好不好来开始了啊 啊 呀坐一下哈哈哈哈 然后 啊 啊 做完了吗做完了就很简单好的 啊 这个徐凯一定能拿捏 嗯 比心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景言你知道吗他刚刚是完完全全对你做的 我们我们凯凯要不对着我们的 粉丝们做一个好不好 可爱的可爱的可爱的有电道的感觉好不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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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徐凯是完完全全是出了最后还有个特别可爱的表情那这一轮就算我们徐凯挑战成功 嗯 那就需要我们几年来接受惩罚了 那还是需要徐凯来转一转好不好转我们的这个福利版我帮你选一个来 好你帮你选一个 好你帮你选一个 欢迎选一个 嗯 选吧 一二一二三 哈哈哈哈 到你了到你了那个晚安语音你怎么说的 哈哈哈哈哈哈 要讲给男生们听哦 对男生们哄他们入睡那种 嗯 男生们啊 就是啊 哄哄哄他们入睡啊 还哄入睡直接睡不好吗 为什么还要哄啊 哦那我刚直接睡不好吗 你真的是 你这还是要哄哄的吧 男生有什么好哄的吧 那我也可以跟小姐妹们说呀对吧 就是直播间的很有很多很多的小姐妹们 嗯 很会啊 哈哈哈哈 来来来 最近在追上时的好朋友们 你们晚上追剧要注意身体哦 千万不要睡得太晚 要按时睡觉好吗 好了快上床去吧 晚安 嗯 说的很好 下次不许说了 哈哈哈哈 特别官方的这个 哈哈哈哈 哎呀 那我刚才给改一下 第二个版本来 嗯 来吧 好了别看上时了 改天再看 晚安 好两位呢 都有一个精彩的表演啊 因为都告诉大家 上时特别好看 但是也不要太熬夜追剧啊 好不好 要注意休息了 好 那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上时的佳燕呢 其实呢 还有很多好朋友 其实也送来了一些祝福 他们的心意也是来到了现场 我们来给一些祝福 让两位来看一看好不好 来看看到底是哪几位朋友送来的祝福呢 我是演员王一哲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何瑞贤 哈喽各位芒果TV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何凤天 在上时中饰演的是游一帆 在上时里面饰演一个一路打拼的厨娘 英子平 在上时当中呢 在上时当中呢 饰演员齐这个角色 游一帆呢 是一个很厉害的锦衣卫 他跟朱瞻基的关系呢 是不只是君臣的关系吧 还有一种信心相细的感觉 我就看奉天怎么介绍 他跟姚子金呢 姚子金应该算是 游一帆心中的一个白月光 我想要去默默地守护他的这种感觉 跟锦衣就是紫金有很多对手戏 我们从一路的相爱相杀 到后面的相互扶持 变成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说到上时这个剧呢 我在剧中和朱瞻基的关系 其实就是主仆关系吧 应该算是 我其实我是二位不满伴 和姚子金的关系就是 他在隐瞒一些东西 施力养嘛 我演的那些人有点施力养 对对对 爱屋及乌了 我想吐槽朱瞻基的是 虽然说我心里面本身是对 朱瞻基有很深的这种芥蒂 跟怨恨在的 但是呢 朱瞻基又时时刻刻的 非常懂游一帆 所以就会让游一帆 感觉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特别的没有道理 对于姚子金呢 我想吐槽的就是 姚子金对游一帆太好 有什么值得吐槽的吗 不管游一帆怎么的去 帮助他和对他 然后 姚子金还是一种极堡的 斯林只有朱瞻基 他就避开那个 在爱情面前 友情果然不值一提 然后说到徐老师呢 我不得不吐槽的一点就是 徐老师是有名的笑场发动机 就是在现场会笑场啊 然后我呢 就听到徐老师 就是比较魔性的笑场声呢 我就忍不住 我会跟着他一起笑 然后包括那个吴老师呢 吴老师头上那个发剂呢 有可能太重了 所以他每次跑那个发剂都要掉地下 每次跑都会掉在地下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台上的徐老师呢 就会 在那笑 然后我呢 也忍不住 我也会跟着笑 看到几位好朋友 其实心情还是比较好的吧 还是比较开心的吧 但是你们有一些小小的吐槽哦 我们作为这个 这个本尊 要不要稍微回应一下呢 因为刚才都在说戏里嘛 只有那个凤天说我笑场机器 是吧 魔性笑声 太魔性了 这笑声 因为有几场戏真的 我平时很严肃的 但是有几场戏真的很好笑 所以我就会笑场 有一场戏 有一场戏是宫女要溃败我们 但那个衣服大家都很长 所以她起来的时候呢 把她裙子踩掉了 然后她就摘着裙子这么跑 然后我就真忍不住了 那种魔性笑声是 就是很自发的 就是如果现场表演的话 应该是演不出来 那个笑声的 对对对 现场模仿不出来 对 自然而然的 那问一下这个紫荆 问一下景妍 刚刚平平说 如果平平和朱瞻鸡 同时掉到水里 你会救谁 你要不要现场回应一下 友情跟爱情 我当然先就平平呀 我现在当然先就平平 平平就是有点那个 我需要我救 朱瞻鸡她 她啥都会 她会飞 你知道吗 就会 没有她不会的 我相信 你会 你忘了你会飞的事了吗 都看呆了 出场的时候是吧 戏里有 戏里有 她会武功 她会打这些会的 文武全才 文武全才 对 简称天才 好不好 所以你的答案是 就平平 就平平 对 她平把平平捞起来吧 她那个 她自己不行 需要我 所以其实紫荆 还是非常看重友情的 因为我相信 如果紫荆出现问题的话 朱瞻鸡会去救她 所以这就是剧中的感情线 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一起追起来 那也谢谢家人们的祝福 我相信我们的景仰 还有徐凯都已经接受到了 那接下来我们菜 也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碰个杯 边吃边聊好不好 这什么吃啊 你们老师 尝一下这个 这个挺好喝的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 那我就问一下 直接还要问一下 朱瞻鸡 好不好 在聚众的角色吗 想一想 两位在平行时空的画面 你觉得大决局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有谁先想到了吗 等一下有点酸 我先咽一下 来 景妍 在吃什么 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是一个特别甜的东西 他俩我觉得是会幸福的 很幸福 然后子孙满堂 然后在宫里面过着 我给你做饭 你给我织布 你唱歌 我弹琴的那种 很美好的那种 神仙眷侣的那种生活 让人羡慕的那种 婚后生活 是这样的 婚后生活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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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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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自己畅想的一个大结局 没有关系的 好好好 所以是你自己想象的一个大结局 对不对 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什么男跟女之啊 什么你做饭 我来织布啊 你劈柴 我挑水 哈哈 那不会的 那 朱战基 生事这么好 什么可能男跟女之啊 对对对对 是 身后有一群人帮你劈柴嘛 对不对 嗯 我觉得是 会 在书里面 我看书啊 你作画 然后我弹琴啊 吹销啊 然后我还能老吃到 你做的好吃的 然后我带你云游四海啊 嗯 你的 就是 对 给我 跟我差不多 一个系列 嗯 对对对 一个系列 那是因为两个人 在剧中的这个感情 所以这个大结局 一般都是这样的走向 都是比较往甜蜜的走 对不对 但是剧中的大结局是怎样 只能靠我们自己追一追 才知道了 希望也有这样的一个 美满的大结局 好 那就问第二个问题了 也是粉丝们特别想知道的 假如在现实生活中 可以跟对方的角色度过一天 你们觉得会怎样度过 是我出现在许凯的生活里 还是我出现在朱瞻基的生活里 朱瞻基 碰出现在了你的生活中 出现在了我们这个21世纪 哦 这样啊 一叼加21 2022年 2022年 真的是 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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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一跳 你这个 这好 恭喜恭喜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到我们的敲锣声呢 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一个隐藏福利环节 在直播的过程中 只要两位说到我们的福利关键词 就会触发我们的福利机制 所以要恭喜本轮获得福利的两位会员朋友 所以中奖信息呢 已经同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展示出来了 恭喜啊 是好玩的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我觉得朱先生机会很高兴 他应该就是大开眼界的感觉 然后 你怎么跟他度过这一天呢 带他带他玩啊 带他吃啊 带他吃 那个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啊 然后 逛街 带他去蹦逼什么的吧 我直接带你去做个发型什么的 把你那头套摘下来 带你去理个发 哎可以 很重要 头套摘下 对对 把胶给摘下来 洗个头理个发 然后做个spa什么的 我觉得 朱先生机太开心了 这应该是他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嗯 因为真的就是 不是说当皇上会很累吗 但回到线路中 你那个发会神清气爽的感觉 那徐凯有想到 回去就被 爷爷杀死了 哈哈哈 你也许你不想回去了呢 我 我的话那我肯定会带 在紫荆 逛横店呢 来横店一日游啊 哈哈 我让他看一看 他在那个时候生活是朱瞻鸡的地盘 让他来一下横店 这也是我的地盘 也是我同样的景 故宫让你感受一下 长一样吧 那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 但人物不同 时代不同 对啊 回到家的感觉 但哎 你面对不是朱瞻鸡啊 面对是徐凯啊 哇 就是发现徐凯在线路中 更加有实力的感觉 哪里都是他盘下的地盘 你也可以去明朝 也可以去宋朝 嗯 哪个地方 哪个潮角都有 上河图啊 什么 开始打广告 什么上河图啊 什么明星宫啊 那种带你坐缆车 嗯 去爬那个 梦幻谷啊 是烟动火 真的就聊起来了好不好 横店交去游戏吧 去年带你玩转横店 哈哈哈 ok 了 ok 打了个广告 带你玩转横店 感谢徐凯 就是对横店的支持 哈哈哈 支持 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 好 嗯 刚聊的特别的开心 那我们刚刚都收到了 剧中呢 大家粉丝都取了个名字 叫金展花夫妇嘛 那你觉得 就是这样的一个CP 和其他剧中的那种CP组合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你们觉得 你们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相处模式呢 我觉得他们俩是 呃就是高智商的恋爱CP 哦 很厉害都是 嗯 就是都是那种推拉高手 拉锯战 哇 那太极打的 就互相 PK 战斗的这种CP 是高手对决的感觉 高手对决 所以怎么看都爽 嗯 徐凯呢 对 其实跟景妍说的差不多 就是 男强女强 然后强强联手 相互陪伴 相互扶持 相互成长 嗯 我觉得恋爱的模式 如果要长久的话 就应该是这样子 其捧对手的感觉 对对对对的 嗯 所以越过招就觉得 嗯 越带感觉 对不对 嗯 好 那我这个时候 也要看很多粉丝宝宝宝 有问 景妍啊 就是这个剧呢 是搭了这个专业美式团队 进行制作和拍摄的 那在拍摄过程中 有没有为了贴合角色 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身材呢 就是我演上师的时候 呃 是近几年拍摄 体重就是最瘦的一次 呃 不只说体重上 然后在化妆上 也是跟赵欣老师商量的 整个眉眼口红都非常 但几乎是呃裸 拍的前面 就前面在上市局的部分 一是她是一个就是呃 做呃 就是工女嘛 在厨房里面做饭 她做的职位也好 还是她绅士也好 就是 因为朱瞻基这个角色 不能够太 销售 因为她的绅士环境 所以我我 镜组之前真 增肥了几斤 就是为了圆润一点 哈哈 对啊 好了好了 后来现场晨曦了一下 哈哈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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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当时最瘦的时候 是瘦到什么程度 大概多少斤了 你刚刚你说到最瘦 我平常是95斤 刚开机的时候 呃 当时捡到了八 九 哦不是说错了 我们平时吃没有那么重 我说是90斤 然后开机的时候 是捡到了八十五斤 捡了五六 五斤多下来吧 然后后来没有hold住 因为冬天太冷了 也吃 然后后来那个绅士也变好了 然后脸 脸也慢慢的圆圆了起来 就是会有点忽胖忽瘦的 这部戏 其实是有做努力的 对不对 那刚刚都说到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美食嘛 那里面这个道具 应该是非常吸引人的 那谁是吃道具达人呢 两位 当然是他啦 我都没有怎么吃 我都做给他吃的 天天在他旁边 我也看到在吃 好吃吗 哈哈哈 我我就老吃火锅 我让他们现场给我拿些料过来 还没开始拍 我真的吃 啊就真的就是 真吃啊 真吃啊 真吃 那火锅的话 会不会吃完之后 第二天会有一点点肿呢 贴合角色 为了是人物的身世 贴合角色 对对 皇太孙嘛 然后再到皇上嘛 这种感觉嘛 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 是的 付出了很多 就魏蕾啊 什么都付出了 哈哈哈 对对对 嗯 那 那问一下紫荆 就是在剧中 朱瞻基和游一帆 谁比较会撩 凯凯在这我能说谁啊 当然是朱瞻基啊 天下第一会撩 第一优秀的男人 就是每个女人都爱的那种 没别人 哈哈哈 那你觉得他最撩的一点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体现 朱瞻基最撩的一点 就是徐凯演的卡 没了 哇 你这说的 哈哈哈 是不是特别甜吧 特别开心吧 现场撒糖 那现实中 如果你遇到这两种类型的男生 你觉得谁会更加受欢迎 在现实生活中 当然初三季啊 就是 戏里面姚子姐也没有动 游一帆 对游一帆有过半点的那种 就是哎 是不是考虑啊 怎么样 没有从来没有过 就心有所属 当然了 而且有一场戏 那你会选谁呢 哎 我当然选的就是 对啊 哈哈 哈哈 住在那个游 游一帆就是一个保镖 你选哪一个 哈哈哈 哈哈 因为他有些女孩子 就是缺少安全感 会觉得能保护的人 也有人会喜欢吗 因为太完美了 觉得配不上啊 只能保护你啊 只是说很多女生 觉得配不上啊 来问一下姚子晶 那通过烹饪这项技能 一步步走向了事业的高峰 能不能爆料一下 姚子晶成为上时的路上 遇到了哪些困难 包括是怎么解决 你的职场危机的 诶 职场危机啊 就有很多人觉得 不希望姚子已经好 会有 就是这样的 也很坎坷了 职场的经历 反正他就是进攻了以后 他比较喜欢他的眼睛 他就是也不说要靠谁 或者说也不依赖谁 就自己单打独斗 还是最主要的是靠自己的能力吧 就是他做饭的本职工作 把这件事情做好了 自然后面就有机会了 也有人赏识他了 你看也是靠这个本事 接近了主战机 就是把自己的本来的工作做好 这很重要 就是靠实力嘛 就是做好一件事 把它做到极致 就一定会被人赏识 会被人发现 对 踏踏实实地做事 踏踏实实地做事 然后把自己做好 叮叮叮叮 也像几言本人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这一点 所以也是你能够诠释到这么好的一个原因 那问一下徐凯 那你觉得自己演过的角色里面 哪一个是最适合结婚的 我觉得每一个都挺适合结婚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问观众 觉得哪一个更适合结婚 对吧 来我们的公屏打上来好吗 我们的粉丝宝宝们 哪一个是最适合结婚的 那如果问几言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会觉得 朱瞻鸡是最适合结婚的 你认同吗 他演的凯雯演的角色都很好 我觉得都是那个 都每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特点 都有 都是可价可价可价 都是完美的 完美的 都是一定会招人喜欢的 那剧中的朱瞻鸡和姚子晶 经常是通过作画来进行交流 有这有很多这样的画面 对不对 那现场可以对 画一副两位的这个新剧角色 好不好 也当做是给粉丝的一个福利 嗯 那你们看什么是灵魂画手 来我们来上一下道具 好不好 来我们准备了 谢谢 好嘞 你不用画 那我也不画了 你画呀 我不画吧 那可以这样吗 因为 呃 许凯现在需要跟景颜画 要画景颜的画像 我觉得景颜你可以给他一些提示啊 或者就是因为他画的是紫金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给他一些 我 我的提示完全就是影响不了灵魂画手 我很期待他 他脑子冻的我是什么样子 不能那个去那个干预他 对 好 就是天才画手都是这样诞生的 啊你不画啊 我不画啊 我等等你画 他应该会画口锅 或者画个铲子之类的 要不然头顶应该会画很高 我想象的啊 嗯 然后穿了个围裙 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可以想象一下 哈哈哈哈 啊你想象的太多了 这个根本就刮不出 哈哈哈哈 要不然呢 我看 你是把两个都画出来了吗 还是只画了一位 他和我啊 灵魂画手 只能说是天才画手 天才画家 只能说飞 哇 直接展示了 我看不见 登登登登 看不见吗 我看不见 我们推近一点 这个是紫巾 哎呀这是 这个是我 嗯 怎么说 可以稍微给大家诠释一下吗 大家可以很清楚 看到这是个房子 对不对 他那个头饰上 有很多栋房子 就各种房子在那个头上 对 所以这紫巾 我呢 哎呀这个帽子没画好 就是那种 官帽 那种 所以你是抓住了他的精髓 就是帽子 头饰 对 别的 别的我也不会画了 别的就感觉眼睛 鼻子 包括这个手啊脚啊 其实都差不多 因为都属于高颜值的嘛 哈哈哈哈 对对对 真高的这个 嗯 好 那今天是我们徐凯现场画作 能不能再就是 签上你的名字 好不好 好 到时候也算 送给我们粉丝的一个福利啊 因为刚刚都说了 今天会有很多的福利送给大家 好 好 这样的一个灵魂画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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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画手 灵魂画手 不错不错 好 谢谢 谢谢徐凯 好 谢谢 来作画了 谢谢 那真的是 十八般武艺啊 好 来 麻烦一会烧掉他 那不会 那不会 我们会珍藏 太丑了 我们一定会珍藏的 那还帮我们的粉丝宝宝 问一下 徐凯 就之前问到了什么时候发vlog 但是你的回答就是 这两天吧 那请问 这两天到底是哪一天 哎 哎我刚刚还想说这两天吧 那就过两天吧 过两天会很快的 对对对 很快会给到 已经在准备了 就两天后可能就会发布 期待一下大家 十几分钟长那种 我跟你讲 看了都很用戏 十几分钟剪辑 那如果大家都一起来监督一下 徐凯好不好 如果 如果再看看我们直播的时候 到底一定要去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发vlog呢 希望我们的徐凯能够多多营业 好不好 给更多的粉丝带来更多的福利 好的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 那上十次开播以来收获了很多粉丝的关注和喜爱 那今天呢 他们也作为我们云宾客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个家宴直播 那这个时候呢 继续 我们来跟着我们的所有的观看我们的直播宝们一起碰个杯吧 也希望大家 隔空 隔空来接下景言 隔空碰杯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喜欢上十好不好 我把它追起来一定要好 我都追起来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非常甜的一个时刻呢 叫做宴会的甜品时间 刚刚喝了水 肯定呢 就是想吃一点点东西了 我们会进入一个有趣的环节 我们景言呢 会依次品尝五种味道的糖果 那徐凯呢 需要做到的就是猜出他吃的糖果是什么口味 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有哪几种糖果好不好 登登登登 我们的五味糖果呢 就已经摆在 怎么了 徐凯 没事 你要给反应是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也延迟了 我们的道具呢都已经上来了 我们刚说到了有五种口味的糖果 那其中有柠檬糖 有榴莲软糖 有跳跳糖 有空气糖 还有一个是年花糖 那空气糖呢其实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是要无食物表演了 所以这个呢有一点点考验到我们景言了 景言需要靠你的演技好不好 骗过徐凯 如果许凯猜错认可一个呢 景言都可以替他挑选一个糖 让他马上吃掉 好 如果景言你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始咯 OK 一个个来啊 一个一个来 那这个时候需要徐凯闭眼了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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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要两只要两只 好 我吃的时候他闭眼吗 好 我吃的时候他闭眼 好 我吃的时候他闭眼 嗯 哇我看到了 我可以吃东西了 好的好的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知道的 看起来好好吃哦 啊对了 好好好开始 好徐凯请睁眼 什么表情你这 怎么不然 啊 哔哩啪啦哔哩啪啦 想骗我哔哩啪啦都说得出口 你想说我说爆炸口是吧 我跟你很好 接近了接近了 肯定是 甜的那个糖叫什么名来着 甜的呀 甜的 棉花糖是不是 好最后你给出的答案是321 棉花糖 你就是 你冲到棉花糖 紧颜 徐凯给出的最终答案是棉花糖 你不相信我真的信任就这么浅吗 我以为你在骗我 真的真的是跳跳糖吗 真诚的人 真的是 你你发誓真是 真是真跳跳糖啊 真的是跳跳糖 我说是霹哩啪啦的 跳跳糖 你就不信我 我好好真诚的 紧颜 为什么徐凯会觉得是棉花糖 为什么 大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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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得我眼泪都吹了 那这样 那第一个就算是挑战失败了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景颜 你可以随便跳一个糖 让徐凯现场把它吃掉 你也吃跳糖吧 你也吃跳糖吧 就让我也劈里啪啦一下呗 对 劈里啪啦 跳跳糖 在这里好不好 你也感受一下 因为跳跳糖也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最爱了 很久没吃到这个 还蛮好吃的 真的 对 是好吃的应该 这个惩罚不叫惩罚 我也觉得 但是没办法呀 就是景颜现场 撒糖啊 哈哈哈 他不信我 他不信这个糖 就是现场给大家发糖啊 给徐凯发糖 感觉很虐 这也是个剧情 哇 真的好跳啊 真的 好噼里啪啦 我听到声音了 我这味道好难吃啊 这什么味道 草莓味 那还没有草莓味啊 但是那个噼里感觉是出来了 嗯 很噼里 我这感觉 就很大 冰冰冰明显多了 我说大哥 你这 你是不是只吃了一颗 半粒那种 我 我吃了半包 噼里啪啦 就是你不信我而已 没办法 再吃多了也没用 好 我不知道徐凯 接下来进行第二个挑战了 那就看你相不相信景言了 好不好 好 如果你准备好了 就开始闭眼吧 天黑请闭眼 我肯定相信你这一次 来 来 千万不要轻信我 第一次景言是真诚的 真诚的 再看看第二次的表演是什么样的 我是一个不值得相信的人 我这一次一定相信你 来吧 这怎么演啊 这个东西 这个也很为难呀 这是对我的惩罚吧 打眼啊 真的 就是看景言现场 发糖好不好 发糖给大家 发糖给许凯 我想想啊 别动别动 我找个东西 好的 我想想啊 嗯 给我一个那个 好 我知道了 对对对 给我个这个 我找到可以补助我的材料了 让它睁开眼吧 好好 许凯请睁眼 把这个撕开 又想骗我 你这个 说好了信任的 这把这东西 把它撕开里面的东西就是这个糖 你这样想说棉花糖吗 你都 信不信吗 你信不信吗 真的棉花糖吗 考虑了点久哦 信任太 我觉得 你已经不信任我一次 还不信任我吗 啊 没没有 没有 我只是关心你 再确定一下棉花糖 你真的信任他吗 我信任啊 你真的信我啊 你再你再考虑考虑 什么时候没信你啊 棉花糖 你再考虑考虑 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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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朋友 你真的对许凯很好 哎 好第一第一次第二次都猜 第一次没有猜对 第二次是猜对了 那景言啊 哎 应该许凯猜对了 我们第三次来一次真正的演技上的 好不好 我们不要给任何的提示 怎么样 好把我的道具拿走 把我的场外演技拿走 来啊 第三颗 好 第三颗了 这我真的不想吃 我有点恐惧这个味道 这真的是对我的惩罚 我天哪 你一会儿你也来一轮吧 这个味道 你先演吧 你先演吧 这是榴莲糖 我最讨厌这个味道了 我最不喜欢这个味道了 我不行 我放弃了 这是对我的惩罚 因为榴莲就跟臭豆腐一样 就是有些人就喜欢的话 就非常喜欢 这个味比水果味还大 它这个糖里面的榴莲味 我太猛烈了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许凯也就是 要不要你现场来表演一个 让景言来猜一猜 好 好 那你闭上眼睛 好 也是一样的有惩罚的 好不好 来 你看看你怎么对许凯的 许凯怎么对景言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眼了 什么呀 你这 你吃 吃啥了这是 这个很 我不信你 我不信他 他吃了吗 我觉得是像空气 跳跳糖 柠檬糖 好 最后我们景言给出的答案是 三二一 柠檬糖 耶 恭喜景言吃一个柠檬糖 哎呀 有这么酸吗 没有 是空气糖啊 你错了吗 你就吃一个柠檬糖 他果然 哎我跟你说相信我的第一直觉 我就觉得他没有吃 果然是空气糖 就不该信任 你知道吗 你尝尝柠檬糖 我吃个跟你同盘糖 喂 我也吃个空气糖 哇哦 好甜哦 太甜了 你觉得 甜吗 这个糖 挺甜 他都哇哦了 挺甜的 2022年最甜的一颗糖 哎 2020年最甜的一颗糖 吓我一跳 你这 是啥 恭喜恭喜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到我们的敲锣声呢 其实呢 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一个隐藏福利环节 在直播的过程中 只要两位说到我们的福利关键词 就会触发我们的福利机制 所以要恭喜本轮获得福利的两位会员朋友 你们会获得徐凯还有吴景言的签名照 所以这种奖心情呢 已经同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展示出来了 恭喜二位 谢谢景言 也要谢谢徐凯 好 这么久才开始 好好好 是说到关键词了是吧 说到关键词了 但你们不知道关键词是什么好不好 我们今天随时随地给大家送来福利了 好 刚刚两位呢 这个默契程度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觉得景言是非常非常非常靠谱实在 真诚 包括演技也是特别特别棒的 那徐凯呢也是刚刚表现了一个 把所有的糖都表现出来的一种感觉 所以大家就看到了这种演技 那刚刚这份甜品呢 是两位嘉宾都品尝了甜果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份惊喜 要送给现场的观看直播的宝宝们 那就是我们的精彩花絮大放送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那就跟着我们的两位主演一起来看一下吧 花絮 高山流水 知音难觅 我打不下去导演 我俩对视了之后 你打不下去了是吧 因为你看这个对视的阴红 肌没有什么 好可以 那不敲啊 新阳国富 你说 故事整是历史 你打不下去了 哈哈哈哈 太魔性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打开啊 这是别提我 哎 这个好想挑临了 这让人给对我 你告诉你 噗噗噗噗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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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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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張烏 赦勉了他吧 殿下 莫言好了 這話 也許 有人會嗎 骂我是藏头入尾的鼠肺吗 今晚月色正好 走 踏月去 为您而活 似乎是我人生中唯一的意义 纵使你冻死了 我也不会心疼 我告诉你 我不会放你走 我不愿做你的妃嫔 我也不愿终身为你而活 我更不愿成为别人左右的傀儡 你的敌人不好对付 我怕你还被站稳脚跟变仙丢的幸福 你没有权利 自已摆布他人的命运 你怎么不问问 皇帝容不容你 天容不容你 奴婢进宫就是为了求荣华富贵 只要能往上爬 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我绝不允许这双肮脏的手 再碰他们 放开我 放开我 不可以 有刺客 保护殿下 殿下 至于皇室顽疾 皇爷爷不舍战来胜 太好玩了 因为刚刚就是一个人高山流水 就一个人是弹琴 一个是不是在吹销吗 但是好像徐凯是拿反了 是不是 对 因为他两头很像 我都拍了几条了 导演说 不是 现场有个人说 哎 哎 那个不好意思 那个凯老师你拿反了 嗯 我说你半小时前怎么不跟我说呢 我对着一个反的地方吹了半 他长得一模一样的 我知道 所以就是拍摄的过程中 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的 那两位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大家也一直在追剧嘛 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们 再多多透露一点点呢 呃 特别温馨 特别浪漫 有浪漫吗 诶 完了 完了 速度了 完了 没有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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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官方词 我想一想 一种剧情的剧透 到你了 锦言 我已经说了几个关键词了 哦 好嘞 关键词 很官方的关键词哈 嗯 我说一个吧 反正我已经剧透很多了 真的是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我们就是戏里面 尺度最大的吧 我们俩的一场戏 就是在 浴桶里的 浴桶吻 好了 我今天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哈哈 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个事呢 大家请追剧 后面的剧情更加精彩 然后锦言也小小的透露了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非常大的福利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不好 好 上时为什么这么好看 上时必须这么好看 既下饭又温暖 又有情感 陪你度过 呃 每一个时刻 让你心里面 对我们的剧情 呃 按捺不住 流连忘返 然后让你 呃 没了 没词了 都穷了 哈哈哈 来 既有美食 然后既有甜美的爱情 还有 甜蜜的心情 哎又没了那个词 哦甜蜜的心情 还有 呃 有一些小虐恋啊 然后一些小感动啊 主要是下饭 轻松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022祝福 恭喜恭喜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到我们的敲锣声呢 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一个隐藏福利环节 在直播的过程中 只要两位说到我们的福利关键词 就会触发我们的福利机制 所以要恭喜本轮获得福利的两位会员朋友 你们会获得虚凯 还有吴景仁的签名照 以及芒果TV会员卡一张 所以中奖的信息呢 已经同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展示出来了 恭喜阿威 当然了 还有咚咚咚咚 这个呢是我们芒果TV小茅 专门为我们上市的两位主演 一个是朱瞻基 一个是姚子晶 做的这个绝色木偶好不好 也是同款的送给大家 好谢谢 谢谢两位都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上市的云直播间 与我们共度这么美好的时刻 也希望大家也一定要多多支持上市这部剧 支持许凯支持景仁 再次谢谢两位 谢谢景仁 谢谢 也谢谢许凯 那记得我们看完直播之后 马上去追上市吧 拜拜了 拜拜了 拜拜 谢谢 G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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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